哈囉,歡迎來到庫可實驗室 今天我們要聊聊透過Wi-Fi VPN挖礦 沒錯,不管你電腦有多爛 只要Wi-Fi夠快,就能夠用來挖礦 今天我們要與大家介紹的是Deeper Network 雖然我們在之前對此項目就有所研究 但最近剛好有機會就入手了一個 在還沒開始測試收益之前 我想要先來與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項目到底是在做什麼的 到底有沒有潛力 但在開箱分享的同時 我也想要聽聽看各位的意見 並且我會開始幫大家做測試 那就讓我們繼續往下看 走! 好了,我們來開箱 那這一個呢,我們是一個Wi-Fi Adopter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主體就是Pico 然後呢,它本體就長這樣子 很小一個 這邊有一條網路線加Type-C 然後這邊有各種充電線 那這個呢,我們來看一下是什麼呢 說實在是真的有點難開 我覺得包裝可以再加強一下 不過這並不影響 那這個應該就是它的連接器 這邊可以打開 有點難開就長這樣 應該是接到這邊吧 我看那個圖好像是這樣 這樣子 好,那後續就讓我們繼續分享 首先,我們要先聊聊這個 Dipper Pickles 這是一個募資的項目 在短短的一個小時內就達標了 也出現過了 蠻多代的 最簡單來講 我們可以把這個項目分成兩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供應方 另外一個就是用戶方 對於供應方則是 建立起這個網路鏈來提供 去中心化的網路服務 來換取Dipper代幣 那對於用戶方呢 則因為享受VPN的權利 不會被一些地區性所限制 舉例來說 你今天看Netflix的某一個影集 只在特定的區域才看得到 那你裝了這個 就等於你不會受到地區的限制 就和你用VPN一樣跳過去就好 或者你去某一些國家需要翻牆 才能看到特定的內容 沒錯,你懂的 在這個裝飾下 你就可以隨差即用不受限制 再來,還有過濾廣告的功能 雖說 在過去使用幾天下來 能過濾掉大部分的廣告 但並不是百分之百 還是有一些少部分的廣告能夠出現 那不管怎樣 這就是使用者端測試下來的結果 但 我們是酷可實驗室 一個想辦法幫你增加收益的頻道 所以我們主要還是會把重心放在供應方 畢竟你也想要看看這個項目到底有沒有潛力 是不是web3.0的應用推手呢 首先我們要先來講講 Deeper Network的原理 基本上我們如果是供應者的角度來看事情 只要世界各地的供應者集結成一個網路鏈 這個就會形成一個去中心化版本的VPN 或直接稱之為DPN 主要是每當使用者在使用網路時 網路就會在鏈上隨機配對一個點 也就是跟CDN的原理有一點點相似 只要越多人參與到這個網路鏈的建置 則使用者的速度也會相對應的變快 那說人話就是 如果你想要吃美國的炸雞店 那麼他們的網路鏈就是開放給大家加盟 那麼想吃炸雞的人就能夠在更近更快的距離買到 跨國且味道一樣的炸雞 但這些有點像是你供應網路流量給鏈上的人使用 所以呢你也可以獲得相應的獎勵 而這個獎勵就會以DPR這個代幣給你 但如果是以使用者的角度來講 你只要使用VPN且不想要挖礦 其實也可以的 你可以直接把它接在幾個地方 像是路由器的前端或者是使用網路的機器 這時你就可以像是擁有一個自己的VPN 你可以把它設置在某某某網站 哪個地點登入或者是有些人需要翻牆 不管是翻回去或者是翻出來都可以使用 畢竟整個網路鏈都是去中心化的 不會有人能夠限制你的地點 地點不通 換一個就好 那我們接下來講講挖礦之前 你需要知道的幾個機制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 它跟其他顯卡挖礦是不一樣的 它是你提供你的網路流量 來讓整個網路鏈的速度更健全 所以其實它對電腦的資源吃的並不兇 比較兇的比較像是你的網路速度 也就是說你有一台很普通的電腦 但非常非常快的網路 且你平常用不了那麼多 那你就非常適合 所以說你也可以在網頁上面 就是限制它的流量使用 然後呢再關閉一些 就是像是分享的功能 但這個之後如果我們在拍那個挖礦那一集 我們會再做詳細的解釋 那如果你剛好是這一類人 你又特別想要開始挖礦 那在這之前你還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需要去直壓DPR的代幣 目前大概是落在0.1美金左右 但挖礦之前你需要 除了購買這個機器以及代幣 影片下方有個連結可以去計算說 你需要直壓多少的代幣 才會換取多少的收益 不管你是怎樣 最基本的就是6000個代幣 也就是大概是600美金左右 而這個直壓期大概會落在9個月左右 怎樣才能獲得獎勵呢? 其實是靠機器分享出流量 持續兩天以上就會獲得獎勵 但獎勵的多寡 還是要看你所倉的金額的這個等級 那至於推不推薦呢 我自己其實也還在測試中 之後再與大家分享一下成果 但在過去幾天 我是拿它來當VPN使用 感覺還算蠻順的 而且耗電非常省 目前真的還在測試中 有機會與大家分享一下挖礦的心得 但我們在這裡總結一下 基本上這個是一個蠻酷的技術 算是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網路鏈 不再被政府監管 且非常傻瓜 這真的隨差即有 對於3.0的應用呢 我覺得還蠻有搞頭的 畢竟你想想看 Deeper Network現在正朝著 與我們之前所講的Helion做結合 算是一個蠻相輔相成的合作 那至於你要拿它來挖礦 你要先想清楚一下 成本約是機器本身大概136美金 這算是小事 主要是你後面這個值壓的金額 從600U到10000U 不等 就是看你要需要多少的等級 那電力方面的話則不需要擔心 因為畢竟一個大概是1到5瓦而已 真的很少很省又很安靜 那算是可以拿來當永久性的VPN角度來講的話 嗯真的蠻便宜的 畢竟這137元之後 你就不需要再付額外的金額 而且東西也非常輕巧 對於常需要出國的人 根本是神器 那可以同時分享出超多個不同限制的Wi-Fi 但要不要使用就見仁見智了 畢竟這不是業配文 主要就是分享一下我自己最近在玩的東西 那之後我會詳細的分享一下挖礦等額外的設置與測試 當然 如果你有從這支影片中學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歡迎幫我們影片按個讚 並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 那影片下方也有酷克實驗室的打屁聊天群 要加入聊天群的就趁現在 那就這樣 掰掰 還有請看